春节廉假期间虽然今年有疫情来搅局 但是不解民众的出有意愿 花蓮县也涌入不少人潮 手里边做点心 口中不断的叫卖新颖客人 这里是花蓮吉安新天堂热联旁的货柜市集 来自封冰箱的阿美族李美玉 平常是在花蓮县做流动夜市摊商的工作 却因为疫情关系 趁着这一次春节廉假来这里摆摊添补家用 这个市集是只有过年的时候 妈妈退休之后就回乡下去种芋头 所以我们才推芋头系列的点心 芋头麻糬 然后芋头饼 芋头起司球这样子 有不错啦 但跟去年比也是有些落差 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还是人数有比较少 很好吃 是很可口 而且他主力是芋头 我没有喜欢吃芋头 镜头再转到另一边 他是卖石板烤肉的阿美族环保兄 来自台东路野 平常是街活动卖石板烤肉 也因为疫情关系冲击活动生意 因此趁着这一次廉价来摆摊 主推原住民风味石板烤山猪肉 阿美族传统糯米饭做成的竹筒饭等 正正烤肉香气也吸引民众大排长龙 我们那个肉是一定要先腌过 我们那个腌过之后再给它烤 烤齐分手 然后再跟洋葱蒜搭配这样子 我的石板是使用火山眼 然后下面是用瓦斯 这样速度比较快 坚持盐猪米风 他们的那个食材还蛮好吃的 蛮香的 就是蛮特别的啦 竹筒饭有时候吃起来像有竹子的味道 有香香味 我就觉得很好吃 很合我的胃啊 就那个有很重的那个味道 我就很喜欢 春节年假已经过了一半 民众把握机会出游走春 同时也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恢复正常的生活 原是西温高娃花莲吉安采访报导 谢谢大家